接着来看社会新闻 好邻居很难得 要是遇上了怪邻居能怎么办 雪州一名女子就倒霉遇上了行为怪异的邻居 这名怪邻居半夜不睡觉 穿着四脚裤 抬着床垫 跑到其他住户的家按门铃 然后迅速躲起来 动机不明 这名女子在网上发布了 拍到怪邻居的闭路电视画面 引起网民热议 视频清楚可见 一名上半身赤裸的男子 抬着一张床垫 从楼梯走上来 扑在其他邻居门口后 按下门铃 再躲到楼梯间 女子说 屋内的女主人后来有开门 却发现门外空无一人 同样在查看闭路电视后 才揭发怪邻居的行为 许多网民都留言 劝请侍族向警方报案 也纷纷谴责怪邻居的行为 镜头转向彭亨立碑 昨天傍晚六点开始的连绵大雨 导致立碑花园第二期的山边住宅区 发生山泥倾泻和山洪 大量黄泥从山上倾泻而下 影响了三间住家 据了解 当地的后山正在进行一项工程 相信是泥土被铲松了 才会被大雨冲塌 往住宅区倾泻 萧整员到案发现场 疏散了至少山户居民 也劝请附近的居民 暂时疏散离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